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 我飞翔为您带来的双方雷尔风 在这里一期修正版的实况 我们在解说 这场比赛有一步的思念 vs3P大胜哥 来看双方精彩的决 好一个中旋对所有P落点 落地将职直接被揍 那这场比赛双方是一个科拉克 加两个随进 OK中旋一套 这个版本的科拉克伤害非常高啊 你看这诗哥如喝水 来看下一回合 那有的观众表示 我不喜欢喝水怎么办 我就不爱喝水 我就是同样喝水 那他是石鸽如呼吸 OK OK 好逆上从前掏过去 这科拉克好凶像推土器一样 好打鸡头几手 大胜哥这手 Andy 阿比 OK的宝贝 好年段之物 伤害不算特别高 半血 下心脚搭动 重拳打鸡头再跟 人生龙打鸡头循环 直接带走 哟 这伤害没带走吗 那思念这边科拉克 好 没有机会 打鸡头 嗯 大胜哥这个Andy 看起来不算特别熟练啊 这连段的伤害 不算特别稳定啊 看一下思念这边的 微卜 哎 跳中飞向光 连跳军弓被生龙 哎 打微卜的话 大概就要去 用一些生龙的预毒的 把用的好 这个微卜就疯了 大胜哥又开始了 OK了 家人们 今天就出大一手性价比 啊 这Andy这个角色不强 但是发挥的特别不错啊 这边超杀再对过去 看一下都是私血 挡球先走 这思念这边血是少的 要进攻的 反边怎么办呢 喂好 放针片生龙 啊 这确实你面对微卜 要有一些生龙的预毒啊 但是这个风险要自行承担 对吧 看一下大胜哥 最后一个立眉 哦 挡球先 但是确反来不及 C头掉到一丝血 好 来看下一回合 看来第一番争夺的话 还真的不好说呀 思念 最后一个七加射 哦 这用面是比较大的 这角色小优吧 这也不好说呀 对吧 这立眉这一起板是不屑伤害的 小条星拳对C2P下重锤 走 这波估计是 哇好 升龙BC再升龙 超杀再怼过去 再炮拳 好家伙 升龙BC起跳再升龙 然后超杀会空 再接超杀 彻底疯狂 这思念变成海这个操作 我只有见到战天城用过 太华丽了吧 一分一比零 来看这局怎么说 那这局呢 双方一就是一个克拉克 两个随息啊 手法库拉打克拉克 靠岩石头 进板起身有没有想转 并没有 下戏叫三点 远轻叫跟上 花铲升龙 手军估计也带不走啊 在板边嘛 伤害不算特别高 嗯 这确实啊 也算是有所留守了 如果说你接冰晶结界 没有任何犹豫 如果对手随机到 哭拉的时候 那被穿三的就是你了 对吧 这也算是一种 怎么说 做事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吧 来看下一回合 来看一下大胜哥 莉安娜登场 要不要暴走呢 还是没有暴走 好 跳青角 宫中想确认 但是可惜没出康啊 这个青角 没点出康的话 是没有那么容易连上的 宫中 Max的一次金具 连跳进攻 哦呦 还想就反跳中腿 下青角 点中一个生龙 小跳ZD在压起身 大乱动 来看下一回合 且看思念这边的 莉安娜 两边都有莲娜 好思念直接暴走 呦 生龙想杀一波 看一下暴走莲娜 vs普通莲娜 小跳中腿 点下盘 走 生龙手套循环 板边 直接带走 哇 这手速好快 节奏感非常 成好啊 这连段难度还是有的 对吧 至少小小都经常失误呢 但看起来思念是 受拿把钻 看一下大乘哥的赛斯 哦 跳中队想光连跳进攻 护车速度好 先小心跳片下盘 这速度 而且这莲娜 跳起来攻击的动作比较多 你很难判断 他是不是跳中腿 对说片下盘的这个成功率 也是蛮高的 比分2比0 思念手握三个赛点啊 这大乘哥如何破局呢 顺目以待 感觉很难啊 呦 逆向主杰凶下招 可以 喂好 前前反而被吸了 姑娘三背包 终结阿根屯攻击 反边反压制 下进调 哎呀 这个吸的有点急了 可能是想就单点确认啊 但是没有那么容易 好眼之头 反边再压制 高小星辰 责就没了 宝贝 来看下一波抖吧 思念这边 二发收场的夏尔美啊 下血 大圣哥确实够顶 雷下对战 科拉克 有 跳中阶想空 前冲 目前硬逃 但是 没有确认 没关系 面对夏尔美 倒是不用多慌 清拳点乱动 AB过来 这夏尔美也顶多是 赌赌命 对吧 预赌百位 你想对手 出完招以后 你再出招 那就已经来不及了 看起身 好 下重阶别倒 来看下一回合吧 这局要穿三 大圣哥 双方科拉克内战 能否穿三 就看这局了 有 好 重拳引刀 漂亮 对手原地 脚踏重阶 想对手 二批前跳 但是 大圣哥并没有前跳 这波 重拳对手 一步的落地僵直 倒是没一套带走 有连跳进攻 落地赛一点 没脾气 大圣哥 克拉克直接穿三 大圣哥本人呢 玩一期版玩的 倒是不多 但是这个基本功 还是赛的 一分二比一 来看这局 看这局怎么说呢 OK 首发是 雷蒙对战克拉克 这局思念一级非常好 有八神 来 这边超X没跟上 反而被反抓 一个超X 很难受 波价三倍包 再压制 OK 你想凶杀一波 好赛套 这克拉克 抢得倒是非常果断 对吧 反正我这个角色 也不是特别的强力 除了伤害以外 一无所有 对吧 这就好比说 我家除的钱 穷的是一无所有 比较反而赛 但这个角色 确实 有搏命的资本 也是有性价比的 跳出全右色 重 漂亮 思念这波有点崩 两局穿散吗 打成浮空点了 小失误 连跳 好连跳 躲超杀 但是却反正没有 做到位 这波跑西一波 终极 跟挺攻击 这一气超杀 伤害算是高的了 看思念 跳出全强空 好青生龙 对瑟瓶炎之头 可以 还好是青生龙 不然直接被抓了 带走 来看下一回合 大圣哥 二发出场角色 来 把安吉尔登场 来 下青角 这边迈血强点 二批落点 通通下重腿 抢攻 倒是很强势啊 但不代表 你可以四五鸡蛋 看一下大圣哥 哦呦 这手前大跳 重拳一波逆向 虽然说连段没连上 但是确实 给大圣哥迎头痛击 重拳回花 强开BC 来上一波 放针蟹锋 鬼花两势 圣龙鬼花再取消 奇云鬼花 连段失误 这手连段失误 可惜了 来看一下 下一回合 看一下 这一回合 怎么说呢 思念变成海 这手 克拉克登场 哦呦 好 这个地头 强得很果断哦 原池逆向重腿 但是 连段失误 逆向再切反 大圣哥 最后一个 红丸登场 看一下 红丸怎么发挥吧 红丸这个角色 打克拉克 倒是小用啊 但是 一旦被找到 节奏 要被识歌的哦 白圣方 这容色率是不同的 下星角两点 MAX雷光拳 不得半血 小条片下盘 好在点下盘秒了 哎 什么情况 连段失误 没关系 再点 大圣哥就是自信 是吧 猜到你要做什么 确实 板边被逼无奈 嗯 为数不多的 好的选择 就是先拉他 重腿去抢空 看一下能不能出版了 看一下手方 最后一番的争夺 哦 这思念这局 运气非常不错啊 红丸加小草 手底 克拉克排头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别看思念 平时连招秀的比较多 而且这个风险 技术都不低的连招 对吧 但是你看他排人啊 倒是非常稳健的 没有问题 这边也是 天际赛马 把最弱的角色排头 来吧 红丸对战 小猴子 嗯 红丸有生龙 有空头的 倒不是不虚猴子 但是要小心 好板 被又顶起来了 大圣哥 大圣哥表示 你有考虑过 我为什么叫大圣哥吗 这猴子 彻底疯狂 好 家伙无伤收掉两个 来看一下一回合 回满血了呀 看一下思念 最后一个手底的小草 克斯纳击击 能不能反三 哇 这种火火奈罗罗 对搜索之前大眼跳 有点秀 但是面对猴子 可不能掉以轻心 好又顶起来了 大圣能穿山 什么意思 哇 恐怖如斯 鸟了 带着跟住我们 下期节目再见 大圣哥 这是一点手不留啊